欢迎继续收看 上关心底换句南岛新闻 南某观世务局在暴力庭 基盘作水算度过当 特别占对已经是世界交流的行动支付 家庭对民众的算度提供 尤其世务局各种水交流 其实都可以透过行动支付来完成 简单又方便就由算度提供 希望扩大行动支付的使用率和普及率 優惠稅率是千萬之多少 主辦單位在外東中進行優勢問答的外東 只要民眾正確公出租稅相關的答案 都有機會提到大眾 南道館政府稅務局 基本租稅選到外東 特別占對新的消費行為 行動支付進行提供到選到 現在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機 只要在智慧型手機去下載一個 台灣配或是其他怎麼配的一個APP 那利用這個APP它綁定你的 在金融機構的金融卡或是信用卡 直接就可以做繳稅的一個方式 欠我一百塊 我就可以少十百塊給你 這樣很方便 以後給小孩子要稅錢就要來 對啊 你就不用 出租你的手機條 對啊 很方便 除了稅務局選到利用行動支付 來交納稅金以外 某銀行派人在現場 向民眾稅兵如何使用行動支付 我目前都是用信用卡 沒有用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怕那個啊 怕有駭客會入侵啊什麼的啊 我現在就是對這個有疑慮啦 所以就沒有在用了 除了便利商店 書店 或者是一般商店好像比較少 如果 因為它這個好像看起來蠻簡單 只要有那個QR Code的條碼出來的話就可以 那一般商店那它自己也可以有那個QR Code的條碼啊 最多的就是稅款的部分啦 稅款都有了 大家都有綁定 然後稅款可以繳 只是說商家這個部分還沒有努力推展 怕被扣稅啊 它有扣稅的疑慮 稅捐助會查帳啊 然後千金流就會查 行動支付只要透過手機下載相關的APP 民眾和商家都可以輕鬆完成商品買賣 但在南道館 多數商家和民眾 都因為使用習慣的關係 行動支付的使用越相當高 提供行動支付要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如果小兒子其實可以走 那成本 銀行的成本也會下降 不用去算零錢啊 或者拿到尾幣啊 連個人都能做 對不對 你要只要買個菜 我就可以刷卡 化園的也可以刷卡 募資的也可以刷卡 捐獻的也可以刷卡 你要給我錢我也可以刷卡 對不對 那就不用零錢一大堆拿來拿去 除了相關租稅選党 包括貨政、消防頂委 也都在現場適大 向民眾進行國行業無選党 希望大家對自己相關的關係 可以更加了解 接下來王朝聖蔡宏報道 就是王朝聖蔡宏報道 一般小兒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